大家好,我是马丁,今天给大家带来 《迷命探客男TV版第141-142期》 《卡外称版第151-152期》 《结婚前夕密室世界》 这一天,平次与荷叶来东京带福布静华参加好友之子的婚礼 因为静华在考章鱼的时候,不幸被铁盘砸断脚趾头了 两人难得来一次东京 自然是叫上毛利一家三口,好好游玩一番 众人先是去繁华的涉谷商业区购物 接着去明治神宫许愿 在许愿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在静华同学家任职的管家 仲松明南,以及明天的准新娘片同风 片同风想在出假前熟悉一下东京的街道 顺便参观东京塔 但新郎森院居然患有严重的恐高症 所以只能让管家陪同 于是,一星五人变成了一星七人 夜幕降临 热情好客的管家还要请毛利到森院家享用美食 经过花园时,突然有一男子抱着一只猫从树上跳了下来 此人名叫殷婷,是森院家的庸人 爬到树上,是为了找寻家主森院盖雄的小猫 别看这只猫外表很可爱,脾气却不小 自从四年前森院夫人意外去世后 就只听长得与森院夫人相似的大小姐的话了 说曹操,曹操道 常年住在国外的大小姐 森院百合将纹身赶来 因为她迫不及待地想见识一下能驯服她那花心老地的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晚上,送走柯南这个死神 瓶子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但怕什么来什么 悬着的心刚放下 身后就传来打破玻璃的声音 这人回头一看 是三楼的玻璃窗被人打破了 经验丰富的柯南与瓶子反应迅速 先是让武力值超高的小岚在楼下守折 防止有人翻窗逃跑 又让何叶去找管家拿备用钥匙 然后急速赶往现场 来到初始点,敲门无人应答 门也上锁了 拥有备份钥匙的管家重松去向不明 无奈之下 瓶子他们决定撞门而入,进入房间 映入眼帘的就是地上一条长长的拖拽血迹 顺着血迹来到隔壁房间 开门后,众人在里面看到了已然死亡的管家 发生案件,自然是交给警方处理 在等警方的同时 瓶子与柯南也不闲着 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察 现场门窗皆从里面反锁 守在楼下的小岚也没有看到任何人从破碎的窗户逃走 大门唯一的一把钥匙在管家身上 现场找不到凶器 因此柯南他们推测 这是一起典型的密室杀人案 闻生赶来的拘人见到出事的人是管家 而不是孙元家的人后 不由得感到非常庆幸 扬言明天的婚礼不但如期举行 还要大肆操办 此话一出 从小失去父母 视管家如父的英廷直接给了拘人一拳 拘人猝不及防地撞到窗玻璃上 玻璃碎了一地 家住也不让大怒 因为管家对拘人来说可谓是恩仲如山 不仅尽心激励辅助他管理公司 就连他与骗同风的婚姻都是管家签的红线 这时 河叶突然发现管家的手臂咚了一下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说明案发时 猫就在现场目睹了整个案发过程 遗憾的是 猫不会说话 与此同时 接到报警的木木警官也赶到了现场 了解到案件的情况后 开始从众人案发时的行踪 和搜寻凶器这两个方面入手 之后 细心的河也无意间发现 英廷的巷坠和偏同风所戴的项链一模一样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情侣款 高木江别墅邻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 依旧找不到凶器的下落 案发时 其他佣人都聚在餐厅一边吃饭 一边讨论明天的婚礼流程 没有不在场证明的只有局人 偏同风 百合江 家主 和英廷这五人 其中偏同风的咸鱼最大 因为百合江邀他一起去洗澡的时候 声称待在房间的他却没有回应 与此同时 现看人员也有所发现 阳台落地窗的门锁上有血迹 是燃血的手套站上去的 说明凶手行凶后 才锁上落地窗 柯南还从玻璃碎片上发现了一个小洞 从碎片的形状来看 是靠近窗户边缘的地方 怪不得柯南他们检查的时候 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看着这个小洞 柯南灵机一动 凶手也许是利用他伪造密室 再从阳台上逃走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阳台上应该留有血迹 这时 家主干熊有个不情之请 他想尽快领回管家的遗体 把他葬在他妻子的坟墓旁边 因为管家才是他妻子的义中人 当年 森源夫人为了见管家 就经常出入森源家 然后被极度自信的干熊会错译 以为森源夫人喜欢的是自己 就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加上双方父母都极力赞同 就这么的 他们阴差阳错的在一起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几十年后 复杂的三角链又在偏同风 鹰庭 与橘人这三人身上上演了 不过 现在不是八卦的时候 当物质机师找出真凶 如果凶手真是从这个阳台上逃走的话 阳台上应该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以防万一 在检查阳台之前 柯南认为可以先在隔壁的阳台实验一下 看可不可以从三楼的阳台 跳到二楼的阳台 实验结果证明 这个方法可行 这时 眼神犀利的平次忽然发现 不远处的树上挂着某样东西 柯南爬上围栏查看时 意外出现了 虽然军人就在旁边 但有恐高症的 他根本就不敢向前拉柯南一把 没过多久 柯南就因为体力不支松开了手 就在这时 伸手敏捷的鹰庭出现了 并及时地抓住了柯南 之后 柯南和平次在树上找到了一件染血的衬衫 衬衫里面包着带血的手套 菜刀 以及一根沾有胶带的绳子 看着这根绳子 柯南和平次越发肯定之前推测 凶手知道密尸的手法完全正确 但让柯南他们想不明白的是 凶手为何特意把凶器打包再扔上树 阳台上为何没有血迹 直到小兰提醒柯南他们下雨了 柯南这才想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气节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凶手的作案手法了吗 遗憾的是 虽然知道了凶手的身份 但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指认他 于是柯南他们想到了一招隐蛇出洞 把大家聚集到案发现场的房间后 凭此表示 凶手事先在玻璃上钻一个小洞 再用胶带把线条的一端缠成一个小圆圈 行凶后 把绳圈套在门锁上 再把绳子穿过玻璃上的小洞 然后走到阳台板门关上 小心地拉动绳子 把锁锁上后 再从阳台逃走 在几个嫌疑人当中 家主干凶腿脚不便 决人患有严重的恐高症 百合江和片通风又是体力较小的女孩子 因此 能够轻而易举跳下阳台的人 只有身受敏捷的英婷 对此毛里表示 洞的位置虽然不是特别明显 但警方在勘察线上的时候 应该很容易发现 凭此解释道 所以英婷才会在 决人出言不逊的时候 趁机给他一拳 让他撞碎窗玻璃 掩饰那个关键的小洞 即使决人没有出言不逊 英婷也会随便找个机会 弄碎那扇窗 俗话说 人算不如天算 英婷计划的再周密 小洞还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间英婷被指认为凶手 片通风只好坦白 案发前 他和英婷一直在一起找猫 先前不说是不想让别人发现 他们是情侣关系 遗憾的是 由于他和英婷的关系密切 所以他的证词警方不能采信 于是 警方押走了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英婷 临走前 他激励喊冤 加上警方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指认迎婷 所以 想要定他的罪还是有点难度 除非明天在他的私人物品当中搜出凶器 晚上 鱼儿果然上钩了 真正的凶手 是菊人 患有恐高症的他也不是从阳台逃走的 因为阳台上没有留下血迹 说明他没有靠近那里 那他又是如何离开密室的呢 其实 菊人并没有离开现场 只躲在了隔壁房间的窗帘后面 为了不让别人从外面看到他躲在后面 特意把挡雨窗关了一边 他事先在窗户上钻了一个小洞 再准备一条占有胶带的绳子 穿上从阴厅那里偷来了衬衫 然后把管家叫到那个房间将其杀害 再把尸体搬到隔壁的房间 做完这一切后 再脱下燃血的衬衫 包住手套和凶器 从窗户丢到树上 就在那时 无意间看到了克南他们 于是 故意打破窗户吸引他们到案发现场 等到克南他们破门而入 将目光全部集中在血迹和尸体上时 再趁机从窗帘后面走出 假装自己听见惨叫声才赶到现场的 对此 局人表示 这个说法除了他 其他人同样可以做到 克南表示 除了他 别误他人 因为患有恐高症的他不敢靠近阳台 所以才会把凶器捆成一团 再丢出去 以此增加重量 故意出言不逊 让鹰厅打他 也是计划里的一部分 为了让局人死心 克南坦白 他想栽当家货的房间和背包都不是鹰厅的 而是他们和警方联手设下的全套 目的就是让他放松戒备 亲手拿出证据 局人只好认罪复发 他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管家威胁他解除婚约 不然就把公司经营不散的问题告诉家主 撤了他的职务 有了这个把柄在管家手上 就算退婚了 以后也会受到他的牵制 于是干脆一不做而不休 杀了他 永绝后患 顺便再嫁祸给夺他人之气的鹰厅 凭此表示 其实片头锋一开始就是为了见鹰厅 才常常出入森原家的 但管家却会错意了 就像几十年前他父亲一样 为了避免当年的遗憾再次上演 又为了不打击他 所以管家才会用公司的经营不善来 威胁他取消婚约 并没有打算以此牵制他一辈子 以上就是明探柯南结婚前新密室事件的 全部内容了 希望喜欢马丁江湖的朋友 可以点赞关注知识一下哦